其實我做過很多傻事啦 比如說我以前在台北買的第一間 我都沒有去住 後來賣掉也賠錢 我有在台東的海邊 當時就是失信封 我以為我在買一隻馬 結果最後還是變成了一隻雞 那萬一你是N年以前 買在白沙灣呢 那些別墅大概荒廢了幾十年 就讀錯了 那個馬基本上後來 你不能說他死掉 但後來那個馬 就是一匹病馬 請訂閱好房網 吳淡如會在好房網 分享房市經驗 還有自己的理財觀點 請鎖定喔 歡迎收看吳淡如聊好房 今天請到的是我的台大學妹 大家都知道她是包朱婆 對不起 我們現在不喜歡當婆 叫包朱姐或包朱妹就可以了 陶笛妳好 好 吳淡如姐好久不見 大家好 我是陶笛 現在要來聊的是 買房第一傻問題 我覺得跟買股第一傻問題 是一樣的 也就是在挑入場的時間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是小白 我第一次要買房子 應該買哪一區啊 我現在可以買房嗎 將來會不會跌呢 應該是要先看自己手上有多少錢 所以應該還是先回到自己的財務狀況 你看喔 這 行家回答跟我的一樣 我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都很驚訝 因為我們可能第一次見面 我就會看她說 那妳可不可以把妳的 有多少錢探出來給我看 還有每年大概有多少現金流儲蓄有多少 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可以先走出去看房子啦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她會一直說 我想買房 可是她從來沒有去看過房子 這個很妙對不對 我也有這樣的觀察 還有人說 我還遇到他們 爸爸要給她買房 然後她就來問我說 戴友姐妳有沒有房子要賣妳 我真的好驚訝 我說妳有那麼多選擇 妳幹嘛來問我有沒有要賣妳 而且房子這個東西是這樣 她覺得妳挑出來的一定是好房 所以跟著妳買就對了 但我沒有要賣 還有一個問題是 請問妳爸爸要給妳多少錢 買東西永遠是一個經費的問題 妳不可能一個剛剛拿到駕照 然後妳就說 現在我要買車 妳建議我買什麼車 我建議妳買特斯拉 問題是 我建議妳買地寶 對 這個問題是妳有沒有足夠的錢 而且買房涉及的就是妳的 頭期款跟貸款的問題 不是別人建議什麼妳就買什麼 那妳也可以去問郭台銘建議 妳怎麼不去問他呢 因為他建議的恐怕都是 好幾億以上的房子吧 不過我回想我自己 第一次買房的時候是2017年 我當時其實真的沒有想太多 所以我當時是抱持說 我就是想要先上車 再說先擁有一個資產 所以我就開始到處去看 這就是有人說嘛 這好像子彈列車一樣 就算妳買二等艙 妳還是在車子上啊 可是如果你沒上車的話 妳就一直在月台等 等那個車載回來 是這樣嗎 目前喔 因為我活著的狀況喔 還沒有等到車回來過 我覺得房價是說 如果你擺到十年以上的這個 時間點來看 它一定是比十年以前要更高 因為沒辦法 它就是跟著通膨 在往上成長 歷史上就只有一個國家 是往下跌 叫日本 只不過那是有另外的 比較複雜的經濟狀況 對 不過一般人就是說想要找一間 尤其是第一間房子 我們一定是在考慮 可能是妳三到五年之內就會買 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說 現在適不適合進場 應該是在看說 因為我們房價其實是跟著景氣循環 所以大概每八到十年 在這裡面其實是會有高高低低 它其實基本上高高低低也沒有差到哪去 跟那個水平線 那個八到十年就在 但也沒有下很多 從來沒有下很多的紀錄 除了SARS的時候 但一下子又反彈了 或者是打出什麼兩歲合一的時候 那一條線就是 掉下來三個月 又上去了 對 但是就是妳 妳如果一直持續的有在看房子的話 也許妳就有機會在這 剛好有下來一點點的地方 找到相對的 而且妳心裡有標準 妳會知道 這區的房子妳喜歡的那一區 妳當然不需要那個全世界看 對 比如說我們就不需要去看地保 因為買不起 對 妳就是在看妳想要的那一區的房子 這個週期好像議價空間變大了耶 那這樣就對了 所以妳要養成看房子的習慣 所以我第一次買房2017年 我沒有想太多 只是我事後才知道 我那個時候剛好是票了一個 相對市場很冷的一個低點 所以我那個時候買那間房子 其實我沒有什麼殺價 因為 根本沒有人在看房 然後屋主又缺錢 極壽 所以我那時候買沒有殺價 就直接就買到破壩下來 而且剛好妳看那個房子也順眼 剛好妳又用得到它 我覺得買房子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不要談錢 先談到說 請問妳要幹嘛 對不對 目的是什麼 妳要自己住 還是妳有 已經有自己住的 妳要買投資房 因為我們都不是那麼有錢說 貝貝的貝耶 不可能妳可能要負擔貸款嘛 所以買房子是重大考量耶 我覺得淡如姐 用那個動物來比喻非常棒 就是我們買房分成馬基或是豬馬 很多人在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她其實她會堅持 我就是要買一匹馬 對 我一定要自住 而且我告訴妳 她要那個汗血寶馬 汗血寶馬 可是我覺得 如果妳一直要堅持說 我一定要自住自住 反而很容易眼高手 尤其是第一次 我會想說 我一定要挑到我最滿意的 然後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妳就會發現 妳眼睛看的 永遠都是妳買不起的 我有這樣的同學 他很像是個完美主義者 不過他到現在都快60了 都沒有還沒有房子 真的喔 因為他追不上那房價 他沒有上車嘛 就算妳在台積電 妳也追不上那個房價 那沒上車的有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 一定要買自己 perfect的房子 第二種喔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人 他在財務規劃很保守 他要全款買房耶 妳有沒有遇過 全現金 因為他不想欠錢 他家的家規就是不能欠錢 這個家規應該從清朝就傳下來 我有在台東的海邊 當時就是失心風 我以為我在買一隻馬 結果最後還是變成了一隻雞 什麼意思 因為我當初就是 他是對著無敵的海景 我覺得太美了 然後太喜歡 我就把它買起來 是一個小小的透天廚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在台北工作也不可能 就跑去那邊住 因為當時也是有一個幻想 就是說自己以後可以老了 可能可以去鄉下住 但是我買了那個房之後 我去那邊囉唆 妳後來就知道這個幻想真無聊 妳不如住飯店好了 住民宿也可以 我覺得想說 城市小孩還是不要輕易換小孩 可以變成鄉村牛仔 結果呢 為什麼會變雞呢 這不容易耶 後來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自己去住 因為我台北的工作還偷不開身 所以後來就還是先租人 那有投報率多少 雞要看蛋多少 有個雞不下蛋的 至少是可以 至少是可以cover貸款 是OK 因為其實那個地方在都蘭 都蘭是一個蠻熱門的一個旅遊的景點 所以很多人去那邊Long Stay 所以那邊蠻不去的住客的 是 但是這有時候也是一時熱 妳應該知道那種狀況 那萬一突然哪一天 欸 它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 都不一定的 建設上的問題啊 還有有沒有 萬一妳買在三連西 有一陣子路是不通的 啊 那問題就會很大 那這是都來 要靠一點運氣 那萬一妳是 年以前買在白沙灣呢 那些別墅大概荒廢了幾十年耶 就讀錯了 那馬基本上後來 妳不能說它死掉 但後來那個馬哈 就是一匹病馬 對 所以就是 我就是因為那一件的經驗 也是奉勸大家 妳要買方 要怎麼樣調相對可能 保持性會好一點的 還是要在人口密集度高一點的 市區裡面可能會好一點 還有其實啦 不管妳買任何的東西 其實入手價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看過有人買馬 也許也是買在都蘭 哇 它買的好貴喔 因為特別啊 有一些建商 它用廉價取得土地有沒有 但是它卻用都市人的概念 再來灌輸妳 喔 對 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台東整個海線 很多外地人 特別是台北人 都去買地壓 要自地自成 其實妳買的那匹馬就是 就算人很多 妳二十年都不會長 這自己要稍微考慮一下 所以其實我相信 我們兩個到最後 已經有一個概念叫做 如果那個房子是屬於夢想 那我們就去住飯店吧 對 沒錯 因為妳少算了很多維護費的問題 對 然後天高皇帝園 其實妳也不好管理 好 那如何去買第一間房子 其實有一些東西是要避開的 其實我做過很多傻事啦 比如說我以前在台北買的第一間 我都沒有去住 後來賣掉也賠錢 就是一間工業房 因為當時沒有很多錢 那我會心裡想說 欸 這旁邊都25萬了 那這一間喔 一坪才15萬 然後是工業房呢 我當時就覺得 只要便宜就沒關係嘛 當然妳放到現在 可能不會賠錢 可是因為妳沒有去住啊 然後出租喔 當時又有問題 因為工業房的水電費 的確是比較高的 我覺得看房子很多人 都會沒有注意到就是 要注意一下土地使用分區 跟它建物的使用的執照 是屬於什麼 就是我們要找到的是住宅 因為有很多像 但我姐剛剛講工業宅 工業宅的話 它會可能是寫一般事務所 對 它就很容易有爭議 會被漁木混租 然後很多人會以為是可以住的 對 但妳不好脫手 而且萬一有人要搞妳的話 妳很可憐住在裡面都不可以 對 因為我有一個親戚 他曾經買了一個房子 好 然後它就是買到 一般事務所的工業宅 那因為我做包租代管 他就請我去看 想說委託給我 我當時不知道它是事務所 我去看現場 它是毛胚屋 這就算了 它毛胚到是 室內都沒有廁所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它是事務所 就是說妳的廁所不能在戶內 對 是在梯廳公共的 那這怎麼辦 叫房客出去上廁所還是去洗澡 它就是只能除非妳自己二公 對啊 可是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大部分的那個水管 都不是住家用的 對 然後就算妳二公 如果你被檢舉 其實它也是會要妳恢復原狀 這就是工業宅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討論的喔 就是我剛剛說的啥問題 妳問買房什麼要入手 妳應該問的是妳有多少資金 還有妳買這間房 妳到底要幹嘛 如果妳是自住 而且妳已經很迫切了 老婆要生小孩了 請問妳在等什麼 但是妳可以在那個持平 比如現在我們就是應該在那個 8到10年的持平波段裡面 現在感覺是已經長到一個長不動 對對 去選擇一個妳喜歡的房子 而且可以殺價的空間 我覺得那個空間很重要 還有剛剛我們兩個講的就是 如果妳要買房 妳不必買完美房 因為妳買不起 買不起是最現實的問題 那妳先上車嘛 它不是妳心目中的一等貨 那買個三等貨 但可以住的行不行 如果你今天是已經結婚 大部分人都是結婚才買房 然後不久就有孩子要出生 妳買個新的小套房 說不定妳可以買中古的兩房或三房 因為妳做任何事情要考慮 即這五年內我到底是要幹嘛 我的家庭會發展到什麼狀況 其實這些都是跟個人相關的 非常重要的考量 那請問妳建議買小套房嗎 非常不建議 跟我一樣 為什麼 因為就算多一個人喔 夫妻也很容易吵架 很快就會覺得不夠用 而且資金使用率也會很低 因為套房貸款層數比較低 對 但是套房妳反而覺得 投報率高啦 但是其實喔 這個管一個租客喔 套房也是最難管的 沒有 現在越小的坪數 淡價都越高 現在投報率也不好 所以啊 無論如何 第一啦 就先上車 第二 不要太完美主義 第三 不要買套房 對 至少是兩房三房 會是市場比較主流 妳將來要脫手會比較容易 第四 為了妳不要有太大的負擔 請妳呢 前面要有寬限期 先不要還本金 不會把自己逼死 不過那個沒有還本金的錢 也不要用掉 麻煩妳去買ETF 好好的投資利用 賺取比較高的percentage 對不對 非常謝謝陶笛 謝謝大人姐 謝謝大家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聊一聊 請在下面留言 吳淡如聊好房 我們下次見